这个地方是青海省的西宁市是青海省的省会 它位于青海省的东部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常住人口248万 现在是冬季旅游淡季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西宁市的中兴广场 四周全是高楼 那个是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环顾一下四周 这边是西大街百货 下边有一条步行街 边有点反光 金宁市青藏高原唯一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中兴城市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四十 今天晚上我要坐火车从西宁到拉萨 坐坐火车看看青藏高原的风景 直到拉萨 我买的是直2654 广州开往拉萨的火车 它下午6点13分到达西宁站 到拉萨需要二十多个小时 明天下午的2点14分才能到拉萨 一般去拉萨的火车都要经过西宁 每天有好多趟 到西宁之后最好选择一个晚上发的火车 因为晚上睡一掉 明天早上才可以看见青藏高原 像唐古拉山口还有可可西里的风景 冬季可能没有夏季风景那么好 拉萨每天有六趟车经过西宁 好了去坐公交车去火车站 这条街叫西关大街 公交车应该在对面 中心石子 那边是西大街 坐公交车 西宁火车站是一座特等站 从西宁可以去新疆 也可以南下 交通比较便利 最有名的应该就属于青藏铁路了 它是由西宁站开往拉萨站的 全长1956千米 它也是我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也是我国国内最美的铁路之一 沿线的风景特别好 就这条铁路不容易 这条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 唯一一条铁路干线 线路比较长 高原铁路 这一路全是上坡 所有近藏的列车到了西宁之后 必须换乘供养列车 拉萨海拔也不是很高 三天六百多米吧 现在近站 晚上也没啥看的 六点坐车天都黑了 明天早上七八点 到了通龙山之后 风景就开始好了 冬季没有夏季风景好 草原 湖泊 高山 雪山 我已经近站了 这个二层是卖吃的 牛肉面 值265次6点13分 从西宁站出发 历经20小时04分 明天下午的2点17分 到达拉萨 我买的是硬卧 上铺 票价是495块 一般火车都有硬座 硬卧 还有软卧 软卧票价是781块 硬卧分 上铺 中铺和下铺 上铺票价最便宜 495 中铺是507 下铺是521 硬座是224 这座硬座受不了 一晚上白天还好说 过了西宁之后是 德令哈 还有格尔木 安多 纳举 到拉萨 西藏 头一次进藏 忘了一件事情 应该把票取出来 留作纪念 这时间还早着 这边是硬座 长途还是要 找一个 卧铺 好一点 这个是广州开来的车 从这个车下来之后 换到我上的这个车 这边人挺多的 我的左手边是 一号铺 上铺 股铺 下铺 我在二号的上铺 路上面好一点 没人打扰 先把钢放上去 这边有塔板 我已经躺下了 这个上铺是坐不起来的 要么躺下 要么下去坐 挺方便 上面是行李架 发动鞋也方便 下去先溜大一圈 这个是供养口 我都能闻见氧气的味道 太浓了 供养的那个口就在你 枕头的位置 特别方便 真的闻见这个味儿 看一下太阳照在这个山上的颜色 金色 这个列车特别干净 特别宽敞 看一下 三车厢 这边人为什么少 需要找我们的 打这个电话 不知道或者是对我们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专门留一个电话 这个氧气是配着氧气管用的 如果身体不舒服 直接打电话联系 给你拿那个氧气管 等到格尔木之后 海拔越来越高 会开始全列车供养 这般海拔不是很高 它相特别宽 特别要稳 这个是两车的接缝处 没有一件噪音 这个锅道里面一排全部是 但又不上 到拉萨都不舒服 还敢去别的地方吗 好了 不拍了 明天早上拍 到了清早高原再看 追觉了 早上的起点 充电宝 充一下电 吃个泡面 天还没有亮 外面是黑的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心 这边还 错纳湖 这边最好的经济行的是 七八月 对 七八月来火车票比较紧张 是吧 只有是旅游 来那边太多 对 现在你去的布达拉宫 对 最近好像是布达拉宫 好多西藏的景点都是免票的 免门票的好像 都是免费的 但那些湖泊都免费好像 对 人生都是本餐 谢谢 上车上车了 也不是很用吧 这边海拔要比拉萨高很多 还有四个小时到拉萨 昨天晚上睡的还可以 睡了五个小时 挺精神 看一下牦牛都围着河流 风景也太好了 这如果夏季来七八月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счит请不吝点赞 订阅 Ah 谢谢 咱们 ount 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到拉萨2.05峰岛 蓝天白涌 到拉萨了 不打拉光 从这边能看见 下火车了 感受一下拉萨的空气 好了各位 从 欺宁坐2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拉萨 这边挺热 阳光明媚 蓝天白云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各位